早安 今天是2024年11月6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海基投资策略部主管温杰 和谭海雲陪你一起开市 Kenny 今天大肆有什么焦点 看着美国总统大选开票的情况 究竟是谁会先领先 是的 究竟哪个商场对市况有什么影响 Kenny 也会和我们详细分析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N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我们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日是做好的 导致最多升超过400点 市场正代 美国总统大选结果之際 最新服务业的数据理想 带动美股高开高收 导致高开40点后 升幅曾经扩大到464点 收市升427点 收报42,221点 升幅1% 标指升1.2% 收报5,782点 纳指升1.4% 收报18,439点 三大指数都是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升1.6% 欧洲股市是改变发展的 英国股市要向下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的情况 Tesla收市升3% Meta升2% 苹果微升1% NVIDIA升2.8% 市值再次超越苹果 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 另外 美国大数据商 PLTR盈利破顶 和调升全年业绩预测 股价急升2.3% 另外特朗普社交媒体DJT 一度炒高18%后 收市要倒跌 但盘后股价再次炒上 SMCI收市后公布业绩 削减前景指引盘后股价急跌 2月拓胜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方望股ADR普遍要向下 美团港股升2升3% ADR折合低港股1% 亚里比本港收市低2% 汇空比本港收市高升73元 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 现在早段跟随美股做好 升近400几点 升幅超过1% 最新去到38,913点 首义综合指数升2点 色宁普通股指数升61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升31点 和大家跟进新加坡交易港股黑期 最新的情况 现在跌百多点左右 待会我们会继续和大家跟进 先跟Kenny谈谈外围的市况 好 现在大家都是看着 昨晚本港大概傍晚6点开始 美国就举行实体票的选举 去到今早凌晨的时段 即是在讲香港 陆续的票站就关闭了 现在大家都在等那些点票结果 以为官望大选的市况是没有什么方向 谁知道隔晚即是昨晚的美股 和昨天的港股其实都做好了 导致昨天反弹四百多点 已经修复了之前一天的下跌 最新看到的票站陆续关闭 也有零声的争议 不过大家可以继续看着消息 二动的就是DJT 交易时段是先升后会 但盘口其实一度是升超过三成 还有看到Bitcoin就升回到71,000楼上 如果从这几个数据去解读 又好像觉得Trump Trade又回来 现在这次选举就被语为是史上最不确定性的选举 感觉上大家都怕美股大事会回 但又觉得美股大事又未必会大回 所以在那个位置上 都不少投资者就坐在一边吃着花生 你觉得是不是持续向好的机会 都比较大 我自己这么说 其实你找回一件事 其实美股由9月18日开始做得比较好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远着陆 当晚其实是在说联储局的议息 一方面减了50点 另一方面将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由2.1%下调到2% 那是可以的 以美国一个这么大的经济体系 甚至乎看到他们就说 其实我9月份减50点 因为7月忘了减息 接下来也是25点起飙 所以完全是一个软着陆 不是太冷不太热 好像现在天气一样 很好的情况 如果这是一个市场的焦点 近日昨晚公布的一些ASM数据 又是做得好 这就是支撑着市场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主要你说大选对美股的影响性 我会分开几个阶段 如果你说在选中 或者选完那头一两天 真的不知道 因为第一不知道是谁赢 第二就是不知道市场如何反应 大家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如果你说在一个星期后 陈埃落定了 我倾向美股去看好 因为如果看过去数据 往往在选之前 不知道谁赢 那波幅会上升 美股通常做得差一点 但是只要不要出现一些冲击事件等等 选完之后 你不喜欢也好 都是陈埃落定的 不明的因素是淡化了 美股通常做得好一点 好了再远一点 如果说三个月六个月之后 坦白说 其实谁做也不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 我直接说了 两个流流地 如果经济是差的话 我不觉得他们两个可以力患狂难 如果经济是好的 他们两个都不会拖累太多 我意思是说 短线混沌期 就是点票当中 不知升月跌 不知谁赢 是最乱的 亦都很难估计 比较一个星期至一两个月 我相对会看好 只要经济数据是OK 通常继续滑落的话 一个转状的情况 会继续支撑着美股 但是再远一点的话 三月六个月 就看经济建增章 因为我们觉得 下年的第一、二季 美国经济会放慢 美股有机会调整 但是放缓的情况 究竟是经济放缓 还是经济衰退 就会主导着下半年 下年下半年 美股的走势 这就不是很关系 究竟这个是特朗普 还是小利是 大家经常都说 Trump trade 但是再看 如果是特朗普 理论上对传统能源会有帮助 但是他做总统那时 因为经济环境 传统能源是下跌的 所以不要这么对号入座 一定是特朗普 一定是ABC声 小利便会BCD下跌 不是这样的 所以要看回最后的环境 当然大家肯定会觉得 Bitcoin便会上升 它自己的股票便会上升 所以大家看看 如果你觉得经济是OK的话 而你确定是特朗普赢的 那你就看看会不会考虑一些时间 细处做回相应的部署 但是我觉得 Bitcoin九弟 只要看经济环境而已 好啊 现在最新就是公布了一些推算 就是现在特朗普有95张 船果人票 有35张左右 继续看不同的新闻网站 帮大家update 这里我补充一句 有些人觉得 九十几对三十几 好像是横数 其实要小心 因为除了那七个研摆州份之外 其实大部分的州 哪个党派都挺明显的 所以其实要看回点票的过程 以往来计 通常是由右至左的 如果你看回南红分布的话 通常就是特朗普在中间 而外围的那些就是何錦麗 所以其实要看个别的州份 哪个点得快点 如果根据以往来计 譬如今次我看到 在右边偏中间 有几个州份 点得特别快的话 这些一定是特朗普赢的 所以你会看到 在初段的点票结果里面 特朗普赢了很多张小巨人票 要270而已 刚才我看到 90票了 其实不是真的那么大的一个幅度 可以点回一些 是何錦麗赢出的州份的话 就可以追得很快 因为一个州份 譬如宾夕凡尼亚 一个摇摆州份 最重要 一个州份 也有19张票 一追就追你20张 所以暂时来说 不是 大家看到的就是 原来90对30 一个这么夸张的情况 是的 继续关注着最新的情况 而且今年除了点票的快慢之外 还要看着选举之后 会不会再有争拗 即是去年也有一些票站是要重点 那时间上可能又会再拖得久 没错 是的 我们就继续和大家关注着 和大家推介一下 我们的经济日报的网站 也有一个 就是美国大选的选举人票的 大家可以上去我们的网站 和大家看着 好 那我们先讲讲港股的情况 港股上天就是做好的 从上21000点 和从上20天线 成交都有回升 恒指昨天其实是低开157点 之后内地就公布了财生中国服务2PMI数据 好过市场预期的 大市由跌转升 三大指数都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 恒指收市升了439点 升幅超过2% 收报就是21006点 科技股指数升超过3% 收报4697点 国企指数升2% 收报7556点 大市全日成交回升到1699亿 北水连续第四日录得正入 金额升到94亿3千万 盈富基金有20亿2千万的北水证流入 腾讯和阿里巴巴分别有超过6亿北水证入 港交所也有接近6亿北水证流入 股价升6%的中心 有10亿2千万的北水证流出 另外理想汽车和融创 都有超过1亿的北水证出 好 港股我要分两个道向 去问Kenny的意见 港股昨天出现了一个小突破 上天升了超过400点 从上10天和20天 不过看到黑旗就有一个小小回落的情况 昨天带动上升的先讲数据 因为在9.45分左右 财新中国10月份的服务业PMI 回升至52 较9月份有上升 和近三个月的高位 内地股市昨天也有2-3%的升幅 高盛研究部星期一再出了报告 他们说到与其12个月内 A股和H股市场潜在的回报率有20%左右 维持overweight的评级 在市场正代大选结果之际 看到港股来有一个比之前几天大的成交 都挨近17亿 亦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升 你觉得有没有启示 现在是否一个入市的好价位或好时机 好 我要用一点时间来解释 第一件事就是 我在其他众部都说过 我们都看得挺确定的 就是由9月11日到10月7日 是第一波6200点的升幅